大家千万不要出声 有人进了咱们宿舍 那个人浑身视线 你们赶紧找个角落躲一下 我先躲到隔壁宿舍报警 看到二狗发在宿舍群里这条消息时 我正在宿舍厕所蹲坑 我本以为是他的恶作剧 刚开始并没在意 依然在低头刷着短视频 而就在这时 我突然听到了外面哒哒哒的脚步声 似乎是高跟鞋 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狭小逼着的环境里 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门外传来那个人 开关一柜柜门 以及仙背部的声音 我几乎能想象出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一个一个的掀开 我们的床帘往里看 还好此时的我在厕所里 其他人也都不在宿舍 鸡哥和钢蛋今晚出去约会去了 宿舍里只有我和二狗 刚刚我在蹲坑 他在走廊外接水 外面响起了喷的关门声 随即是哒哒哒的声音远去 那个人没到厕所来看 我也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 随即我在宿舍群里回了一句 他好像走了 群里有个奇怪头像的人 突然也回了一句 你在宿舍里 我愣了一下 赫然发现四个人的宿舍 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五个 与此同时 二狗也发了一条消息 隔壁宿舍没人 好几个宿舍都空了 门外走廊重新响起一阵急刺的脚步声 像是有人在走廊上急速奔跑 我迅速的反应过来 并以最快速度冲出厕所 呼向宿舍门口 用身体死死的抵住门 并且缓锁 几乎同一时间 门外有什么东西 狠狠的撞在了宿舍门上 随即就是一下接一下的撞门声 学校的路门显然不怎么结实 被撞了几下 已经摇摇欲坠 我拼命的抵住门 门板上传来的撞门力度大的惊人 穿着高跟鞋 应该是个女人 女人的力气真的这么大吗 这时手机屏幕亮起 宿舍群里有消息参出 是钢弹 出什么事了 宿舍进来人了 你们两个没事吧 他显然是刚刚看到消息 这是钢弹 也注意到了群里 刚刚出现的第五个人 我们两个刚进宿舍楼 这个人是谁拉进来的 我在输入框里打 别回宿舍 先去宿管室或者其他宿舍待着 宿舍门口有个变态 当想点发送 却又想到那个变态也在群里 于是点开了和钢弹的私聊对话框 而消息显示发送失败 我才发现竟然没有信号 可是宿舍群里却可以正常聊天 这时二狗发来消息 别回宿舍 先找个地方躲 只有这个宿舍群还能发消息 就在这时门外的撞门声停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楼下抓刚刚回来的钢弹和鸡鸽 我稍微松开门 此时大脑一阵晕眩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感觉自己要虚脱了 随后我在群里发了消息 小心他不在门口了 等等 不对 我没听到高跟鞋离开的脚步声 我迅速的重新抵渡门 同时能被从外面狠狠的撞一下 只差一点就要被撞开 我手心几乎要被汗湿透 他刚刚差一点点就要进来了 怎么办 不能坐以待毙 既然那个怪人也在群里 我在群里发 大家别怕 二狗刚刚已经报警了 这话也是说给那个人听的 我心里祈祷着那个人能看到这句话后赶紧离开 二狗家伙没有懂我的意思 反而说 110打不通 一点信号都没有 我们只能在这个群里说话 社长快先把这个人踢出去 这就是那个变态 踢不掉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成了群主了 咱们宿舍周围的宿舍门都没锁 里面都没有人 灯还开着 有个屋子甚至有吃到一半的泡面 就像所有人一夜之间消失了 看着他们的消息后 我的心里已经是一片冰凉 值班室空着 社管大妈不在 我们出不去宿舍楼了 值班室旁边的大门 现在变成了一堵墙 鬼打墙 这简直就是灵异事件 那与我只有一扇门之隔的人 究竟是人还是 我逃避一身发麻 快离开那里 别在群里说自己的位置 对 我就是这么暴露的 他留下宿舍群 这个唯一的联系方式 是为了方便找到我们的位置 我们宿舍在四楼 当但他们在一楼的话 他跑下去 怎么也要一分半 到两分钟的时间 更何况 我没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声 他虽然不撞门了 但仍然守在我门口 不舍得离开 他找到其他人还需要时间 但我就在这里逃不掉 他撞开门 只是时间问题 我感觉自己像是锅里的青蛙 面对着迟早烧开的水 而无可奈何 可是二狗刚刚也说 他在隔壁宿舍 他为什么不去找二狗 这时候我冷不丁的看到 阳台上一个身影飞坏的闪过去 我后悔瞬间被汗湿透 我后知后觉的意识到 一件很恐怖的事 我们学校阳台是露天的 假如要从隔壁阳台翻过来 虽然危险 但也不难做到 而现在我刚刚亮过衣服 阳台门没锁 一个身影从隔壁翻了过来 完了 我绝望的闭上了双眼 续上级 不要怕 是我 是鸡哥 他不是和钢弹两个人在楼下吗 刚想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鸡哥一把捂住我的嘴 然后摇了摇头 别出声 他还不知道能从别的地方进来 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 鸡哥能从阳台翻进来 门口的他当然也能 他找过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时鸡哥用力的拖过一旁的桌子 把他抵在宿舍门口 桌子很笨重 也幸亏他笨重 用他抵住门很有安全感 鸡哥仍然不放心 又拽过一个拖把 别在门把手上 突然一阵无力赶袭来 我直接摊坐床上 和他对峙这二十多分钟 我几乎一点力气都没了 鸡哥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给我看 我和钢弹刚刚在楼下翻开跑了 这里不安全 我们要赶紧离开 鸡哥拉着我的手 把摊着的我从床上拽起来 鸡哥继续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给我看 他有可能视力不太好 我刚刚进楼道的时候和他对峙了 但他似乎没看见 鸡哥尽可能言简意该的和我解释 接着我和鸡哥捏手捏脚的靠近了阳台 我们的阳台和隔壁阳台的空隙不大 中间还夹着一个空调外机 使劲跨一大步刚好能迈过去 说着鸡哥很顺利的翻了过去 动作熟练的不得了 我两只手扶住墙 心一横也一大步随着鸡哥跳了过去 稳稳的落地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鸡哥带我走向下一个阳台 我明白过来鸡哥的意思 从乡邻的宿舍出去 依然避免不了和守在走廊里的他碰面 我们得一直走阳台 绕到整栋楼的另一个侧面 终于到了边缘 楼的一脚向外突出 格外难爬 只要跳过去 就离开那个怪物的视线了 我们两个试探了几次 都没把握彻底的过去 气氛越来越胶着 已经过去二十多分钟了 不知道那个桌子和扫把是不是还挡着门 万一他冲破了门 来到阳台上 一眼就能看到我们 我们就完蛋了 还是鸡哥先跳过去了 我看他稳稳落地 松了一口气 咬咬牙 一大步也跨了过去 这是什么 信提示音 对合时宜的响了起来 刚刚落地的我吓了一跳 脚下一爬 整个人向后仰过去 我尖叫出声 鸡哥反应迅速 一把把我不住 但我刚刚那声尖叫已经传了出去 在空旷寂静的校园里分外清晰 他肯定听到了 好 鸡哥张批立断拉着我 推开这间陌生宿舍的宿舍门 开门就是楼梯 我们两个从楼梯上一路往下狂奔 远处的高跟鞋脚步声永远极近 哒哒哒 这地响个不停 他果然听到了 我心里暗自懊恼 又不敢停下脚步 下到三楼 鸡哥低声地说 分开跑 说完他转身 跑进了三楼走廊 我继续往下跑 一路下到二楼 就近拉开一扇宿舍门 躲了进去 反锁上门 又拉来桌子抵住门 你这门坐下 大口大口的喘气 这么多楼层 这么多房间 应该不至于立刻就被发现吧 我休息过来 掏出手机 宿舍群里群聊 竟然有99家 我先点开刚刚那条 差点而害死我的短信 游戏主题 捉迷藏 玩家已全部与怪物保持一段距离 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一 获得怪物线索 一定有人会活着离开这里 提示 每名玩家的线索都不同 请自行选择 是否把线索与其他玩家分享 任务二已经开启 任务二 活过凌晨三点进行 提示 宿舍楼的人都不见了 大家都藏起来了 真相也不见了 秘密也全都藏起来了 墙上的字 加板间的纸条 火焰烧过的一切 都是很重要的小秘密 快一点再快一点 在他来之前弄清楚一切 躲猫猫的话 只藏好事没用的 任务三 未解锁完成任务二开启 活过凌晨三点 现在是十一点 还有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 上级 读完短信后的 我几倍发凉 我们是被强行 拉进生存游戏了吗 那我该怎么逃离 这个可怕的游戏 无奈之下 我打开了宿舍群聊 你们有没有收到短信 游戏任务那个吗 我收到了 我在网上看过这种小说 应该是无限流 一般完成系统任务 就可以离开这里 我这边的线索是 他会慢慢学会新的办法 直到找到我们 什么意思 我看着钢弹发出来的这句话 瞬间大脑一片空白 意思是说 他在一直进化慢慢变强吗 那么现在是不是他最弱的时候 刚刚他撞了那么久的门 也没进来 说明他并不算很强 那等他进化完成后 我们岂不是插翅南飞了 但是我们现在有四个人 可以趁他还是进化初期杀了他吗 这是钢弹发来消息 他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同 假如他真的会越来越强 我们这样藏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也许杀了他 才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 我们才可以出去 逃离这场可怕的大逃杀 我的提示是 不要和他对视 他能动心你的想法 我的是 他因他而来 也会因他而离开 看完消息后 我的心狂跳了起来 我刚刚想回复 就听到门把手 被谁从外面猛的扭了一下 不好他找到我了 还好我上锁了 我屏住呼吸 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打算故技重施 一会儿从阳台翻出去 这时手机屏幕再次亮起 七哥 你刚刚是怎么找到小白的 你们两个是怎么离开那个宿舍的 让我猜猜 是阳台 对吗 你们可真是聪明啊 那我也走阳台好了 等我啊 我马上就到 完了 阳台门是那种 普普通通的推拉门 根本没有办法上锁 完了 我眼睁睁看着他 慢慢的爬到阳台上 这是我第一次直面 这只莫名的东西 他披头散发 我看不清楚 他的脸 但他穿的那件衣服 我却感觉 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用最大力气 拉开阳门的桌子 在他扑过来的前一刻 推开门往外跑 刚跑了几步 却冷不丁的 被什么东西扮了一下 动动的摔在地上 定睛一看 扮到我的是 一双燃鞋的高跟鞋 他把高跟鞋脱下来了 怪不得我刚刚听不到 他走路的声音 他一定是在挨个房间 尝试开门 一直找到了 我藏身的地方 我忍着疼爬起来 继续往下跑 我突然明白了 线索里的 他会慢慢的 学会新的办法 直到找到你们 再往下就是一楼了 钢蛋刚才说 一楼的大门已经不见了 往下跑也没用 一楼的宿舍都是教室宿舍 常年锁着门 能让我躲的地方狠狠有限 但那时我也没有回头路了 我一边拼命的跑 一边回头看 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影子 他的动作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 到了一楼 我刚拐过弯 身后许掩的门突然打开了 一双手伸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捂住嘴拖了进去 我拼命的挣扎 就当我准备束手就擒的时候 身后的人小声的说 小白别害怕是我 我刚刚发现这个房间 他不进来 我一下子平静了下来 是钢蛋 钢蛋和我解释 很奇怪 他挨个耳的打开门看 却始终都不进这个屋子里来 说完 钢蛋给我比了一个虚的手势 直指门口 他追过来了 我们能听到他开关门的声音 但唯独这个房间 被他直接无视了 我心里突然泛起一个毛骨悚然的猜测 这个屋子里 不会有什么比门外那个东西更可怕的怪物吧 他会不会再害怕什么 钢蛋摇摇头 放心 我刚刚检查过了 这里和好像就是一个杂物间 里面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还找到了这个 诺明晃晃的线索 原来是一本大半本都被烧掉的笔记本 我用手机手电筒罩着翻开 这是本日记 只是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续上集 我打开钢蛋找到的日记本 今天学长他约我去约会了 我第一次收到了学长送我的礼物 我好开心啊 今天表白奖上有人给学长表白了 他们在一起了 那我怎么办 我恨死他们了 我一直往下翻 一点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获取到 而最后几页却写满了 你背叛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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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背叛了我 是你们几个死的 有案的赞占心惊 写着本日记的人 他不是已经疯了 这时手机消息突然残出 你们看一下手机的日期 今天是哪一天 我的是11月10号 但今天明明是11月1号 我的手表上一直都显示日期和时间 但今天太慌乱了 我根本没机会仔细的看 看到这句话 我仔细的去看了一下日期 我也是11月10号 今天明明是11月1号 或者说10月31号 刚刚过零点 中间怎么丢了整整十天 机哥继续在宿舍群里发消息 你们看 这是我刚刚在三楼 一个宿舍门口拍的 紧接着连发了好几张照片 一个宿舍门口 被人用油漆喷了各种字 全都是各种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 好正是住在里面的一个女生 因为抢别人男朋友 被人恶意报复了 虽然这样 但也不至于闹这么大 毕竟是别人感情的问题 无关的人 顶多就支持瓜吧 我有些焦急 只能在群里回复到 我刚刚才在群里说过 不要发自己的位置 他会发现 我现在不在那个门口了 不用担心 他找不到我的 我感觉更加离谱了 为什么机哥会在走廊里到处转 你不怕 遇上不干净的东西吗 我刚刚看到他追着你 往楼下下去了 那个规则提示不是说 要我们在楼里转转找找线索吗 我就在三楼转了转 他语气轻描淡写 放心 我现在当然不在三楼了 我找到二狗了 当蛋也在看消息 看到这里 偏过头问我 要不咱们也去二楼看看 为什么你们一个个胆子 现在都这么大 当蛋理直气壮到 还是要做两手 准备呀 三点这个时间点之前 肯定会发生什么大危险 还是要出去转一转 做好冲突的准备 我摇摇头 我是真的不想去 好不容易 有这么一个怪物 不会进来的安全屋 我才不愿意出去 经历那没必要的风险 而且我刚刚意识到了一件事 一开始 我在宿舍里的时候 二狗在宿舍群里说 他在隔壁宿舍 他应该也看到了 可是他没有去抓二狗 反而紧盯着我不放 我和鸡哥往楼下跑时 鸡哥去了三楼 我去了二楼 他没有去更近楼层 去找鸡哥 反而跟到了我二楼 现在又跟到了我一楼 他只攻击我 或者说 起码他优先攻击我 想到这我后背发凉 我又想起了 鸡哥的那句线索 他因他而来 也会因他而离开 难不成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我对钢弹点点筹 好吧 你说的对 我们去二楼 我和钢弹在二楼 捏手捏脚的走 走廊里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我们呼出了一口气 小白 钢弹 二狗突然气喘吁吁的 出现在楼梯口 我们快跑 鸡哥他 他刚刚 鸡哥出事了吗 你们遇见不干净的东西了吗 二狗跑叉气了 半天也没说出来话 钢弹又焦急的追问 你把鸡哥丢在哪里了 二狗边咳嗽边摇头 二狗身体素质很差 而且有低血糖 很少剧烈运动 我去找鸡哥 钢弹 别单独行动 我试着拦住他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你们真的好吵 这时他静止从走廊上跳了下来 我一把捞起还喘不上气的二狗 转身冲进一个宿舍 钢弹却没跟过来 而是往另一个方向跑了过去 他并没有追钢弹 而是静止朝着我和二狗藏身的房间来了 果然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他优先攻击我 我迅速的把门反锁 一天下来我堵门的动作越来越娴熟 我又把阳台那边也堵上 经验来说 这可以阻挡 他一阵住 二狗靠在床上 稍微歇息过来了 小白 谢谢你 钢弹他可 千万别真的 去找吉哥了 吉哥有问题 我更大了双眼 你说什么 二狗有气无力的说 我骗了你们 我的线索是 他在帮你们之中的一个人 我没敢说出来 而且这个线索和吉哥的是重复的 吉哥的线索是他因他而来 也会因他而离开 如果二狗说的是真的 那确实有些重复 二狗继续说 你不觉得他说出来就很奇怪吗 我拿到这条线索 第一反应就是提防你们所有人 他却坦坦荡荡的说了出来 他是编的 刚刚鬼追我 从他身上掉了出来 一个很奇怪的道具 血红血红 我之前听人说的 那是招腿用的 你没发现他从头到尾 一点都不害怕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相信你才告诉你的 你这次一定要相信我 看到我半上没说话 二狗越来越着急 这时我才斟酌开口 你也知道咱们之间的关系 你为什么会相信我 二狗猛了一下 才坚定的开口 因为你刚刚救了我 所以我选择相信你 好 既然这样呢 我也相信你一次 我点点头 谢谢你小白 这是二狗低头去翻口袋里的糖盒 小白 你有带糖吗 我好像 低血糖犯了 他的声音很虚弱 显然快要坚持不住了 我找不到我的糖盒了 可能是刚刚跑流了 怎么办 二狗身体素质很差 患有严重的低血糖 平时都靠糖维持正常生活 你坚持一下 我找到这个屋子里有没有其他零食之类的 他全体成员 大家赶紧快来天台 动作快一点 他上不来天台 一定要赶在他之前赶过来 天台有惊喜等你们 发完这些消息 我便收起了二狗的手机 看着倒在地上的二狗 叹了口气 他现在俨然已经没有呼吸了 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相信我了呢 你要是之前也这样相信我 就好了 我替他合上了他睁着的双眼 在他耳边低声的叹道 希望你不要怪我 就在你们那以前 那怪物撞开了阳台的门 我拿着二狗亲命的往楼梯上跑 可是由于二狗他没力气爬楼梯了 他得补充长分 快到四楼的时候 我松开了手 看着他重重的摔倒在楼梯上 惊恐的瞪大了眼睛 看着怪物一步一步的逼近他 我在上面远远的躲好了 对于他的情况 我看得不太清楚 我看着他好像想要挣扎着起身 但又摔倒在楼梯上 沿着楼梯滚了下去 我还以为那个怪物会吃人呢 结果他停在了二狗的身体旁边 定定的看了一会儿 就下楼去了 这时我把一只藏在口袋里二狗的藏盒 随手就丢在地上 确认他真的走远了以后 我试着把二狗身体拖到了天台 并扯了一条高压线 设置了一个简易的陷阱 并用二狗的手机在群里发消息 大家都来天台见面 那个怪物上不来 然后又换上自己的手机 继续发消息 你们快来 我已经上来了 我刚刚和二狗会会合了 他真的上不来天台 发完这些消息 我躲到了四楼一个房间里 我知道他马上就要爬上来了 他马上会和钢弹与鸡哥在天台上遇见 终于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其实挺合理的 我们宿舍的关系 根本不像我们表面上那么愉快 我要 我要 我要杀了他 这时楼上天台 传出了惨叫 我的线索是 一步会有人活着离开这里 只要其他人都死了 我就能离开这里 等到楼上彻底的没中心了 我回到天台 我要看看我的战果 钢弹的尸体 倒在二狗的尸体旁边 我成功了 可惜 只有钢弹在这里 鸡哥呢 没有中招吗 小白 鸡哥突然出现了 我身后 你和他是站在一边的 对吗 杀了我们你就能离开 他的语气很平静 没有恐惧 也没有愤怒 只是在平平淡淡的 讲述这件事 我张张口 本来想狡辩 却突然没了兴致 我回过头 看着鸡哥的眼睛 他还浪浪的笑 对 是我做的 你们该死 鸡哥还想说些什么 但也没有说什么 直接迈步走上了 我刚布置的高压线陷阱 随时也倒了下去 看着第三人 突然感觉一阵轻松 又一阵酸楚 这时 我又收到了短信 恭喜玩家完成任务 存活到凌晨三点 开启任务三 四人合作 离开宿舍楼 由一位凑起四名玩家 任务失败 游戏将 无限重启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